Hello 大家好 我是Crystal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從小到大都非常想去Daiso 然後去買他們的零食 但我小時候無論如何扭曲我家人 他們永遠都不會這樣給我做 看到有很多小朋友的家長 可能小朋友會說 我想一定要買一種零食回家吃 家長就會買給他們 但我家的習慣是不會讓我亂買零食 所以我從小到大都沒有機會試試Daiso的食物 因為我媽媽也是不想我養成一個 隨便想要什麼 就可以得到的一個小朋友 所以我今天真的忍不住了 所以我非常想去Daiso 我選購了幾種我覺得比較有興趣想試試的零食 我接下來就會跟你們一起開箱 想看看Daiso的零食是否真的那麼好吃 是否真的那麼值得買呢 那我們馬上去見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一袋食 我們第一個來試吃的 開箱的 就是一個糖果 它是一種Coffee Milk Candy 就是一種咖啡味又有奶味的糖 我本身是對任何咖啡類的糖 其實我都非常喜歡的 那我們馬上來試試 它是一種硬糖來的 一吃進去的不夠五秒 已經覺得它的咖啡味非常濃郁 我現在看起來好像一個倉鼠 很濃郁 而且我覺得對提神來說 其實我喜歡上課 或者在家溫習的時候 如果糖在那邊咬著 咬著的話 就順便醒神 有點像 這四個有一種 黑色和紅色包裝的拖肥糖 好似它們 應該不錯 下一樣就是一個 黑芝麻的餅乾 這裡寫著說 Black Sesame Cracker 應該是餅乾 我看到它的包裝 好像不錯 本身對黑芝麻都不抗拒 所以就想試一下 看看為什麼 一打開包裝 已經很香一個黑芝麻味 但其實它兩塊都算比較薄 吃下去都蠻黑芝麻香 但跟普通的餅乾不分別 口感也算不錯 而且它非常脆 吃完一包 還會繼續吃下去的口感 所以當然不錯 來到第三樣 又是一包糖 其實我本身自己很喜歡吃軟糖 今次就是要了一包蜜桃味的糖 我之前試過它公司的包裝 還有一個是白汽水 有點像 藍色包裝 有點像 七皮的味道 感覺都是吃起來非常非常酸 我自己 始終因為都是喜歡吃軟糖 所以其實 最重要是 金麵 可以讓你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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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都可以了 它一條就是這樣長型的 然後上面有些糖黏著 嗯 看這個蜜桃味非常非常重 而且吃下去是會有黏牙的感覺 但我會說其實如果一包大約是這麼多的話 都算叫做比較多分量 好 那吃完糖的話 最後我選了一個這樣的脆脆 就是一些脆口的東西 其中我不懂得太日文 全部都是日文 但我可以看到就是北海道產 但看上去這裡有點像是caramel 我估計它應該是甜甜的 嘗試一下就知道 焦糖的包裝 焦糖 焦糖溶了 嗯 好像焦糖泡麩 它有一個這樣扭型的餅乾 真的很甜 這個焦糖 我很奇怪 我吃糖可以吃很甜 但如果說是餅乾 朱古力 只要少少甜 我都完全是接受不到 然後它這個就寫了 我看什麼食感 然後就是濃郁味 所以果然就是它的焦糖非常非常之香 但我本人就覺得它有少少果甜 如果喜歡吃甜的或者喜歡吃焦糖的朋友 應該會比較喜歡這個產品 但我自己就 好 有一點點傷心 本身對它的期望都比較大 希望它這個應該很好吃 例如看電影 追劇 補寒劇的時候 都可以一直去看 好 其實這次我的Daiso枝購物 我都買了一個枝肉果子 我們下次再給大家看這個 好了 這條影片到這裏 其實都差不多結束了 我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次的Daiso開箱的影片 其實我也算是剛剛開始我的頻道 我一直在想 有什麼影片是適合我拍的 除了音樂的適合 我也想多試一些不同的旅行影片 例如開箱片 或者有什麼加拿大溫哥 好地方介紹 我也希望可以多看這些 如果大家有什麼留言 都可以在網上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需要改善的地方 都非常之歡迎 大家跟我說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可以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 to your channel 不要忘記可以按旁邊的小鈴 下次見 拜拜